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這次我們來介紹孩子寶的系列 因為你要等到他透雨的 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才會出 所以我們先來介紹這一隻 那孩子寶的系列呢 這一隻浩克毀滅者 他會出兩個不同尺寸 一個是你現在看到的13吋 然後再來還會出一隻18吋的 那因為18吋還沒出 目前只有13吋的部分 那先看一下這隻節節可好了 你也只能 目前手邊也只能買在這一隻 那很多人買這隻去改色 那我有時間的話也許我會 會把他塗一下別的顏色 首先我們先大概看一下 讓還沒有買這隻的人 可能對這隻有興趣想要看一下 那這隻的價格其實還蠻便宜的 2000塊有找 那首先我們看一下他的外盒的一個設計 然後再來呢 這是要外盒設計 那再來就是 聲音的部分這邊有一個箭頭 就是你按這邊的話他會有 可以聽到有聲音的部分 然後他可能有幾個不一樣的 的聲音 還是把我裡面一直系列來 都是這樣子的 好那再來呢 我們就把它拆除 讓大家看一下 這一隻的部分 好那我把它打開 我把它拿出來 好包裝出來之後裡面有一張 說明書 好那你可以看到這是 說明書的部分 大概講一下這邊呢 會有金剛飛拳飛出來 他也不是真的飛出來 應該就只是深藏而已 然後再來就是 按這邊的時候按鈕會講話 然後再來後面打開 有三個電池是可以做 更換的 好那大概是這樣子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主體的部分 主體的部分 好那主體呢 基本上 這應該就只能 只能 橡皮尖了 還是鬆鬆的 這只能把它剪斷拿出來 沒有別的方式 那我們就把它拿出來 好那裡面就沒有其他東西啊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 他的比例 其實我覺得他的盔甲的 細緻度都做得還不錯 所以才會很多人拿他去 改色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你可以看一下他的 外觀的部分 首先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正面 好那整個呢 你如果真的說要上色 他整支 唯一有上色的地方 就是這個面罩 他有上成金色 其他你看到金色 都是塑膠原本的顏色 紅色也是 所以你看到的整個質感都是 塑膠原本顏色的質感 並不是 並不是後來去 上色的一個部分 好那這是這一隻的 一個角色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色 其實他應該不難 因為他是螺絲孔 我們把它拆一拆就好 簡單如果要改色 不是多大的問題 那如果你要加燈 就是比較技術層面的部分 好那因為他 整支只有一個按鈕 所以意思說 按了之後呢 有燈會亮沒有錯 只有中間這個 眼睛也不會亮 其他的地方都 都不會亮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真的會亮的 只有這個地方 好再來就是大家在乎的 可動範圍 其實可動範圍沒什麼好在乎的 簡單的說就是不可動 怎麼說 因為手可以舉起來 這是第一個 可動的部分 關節不能動 這很正常的 然後再來這邊 有金剛飛拳 那按著他也會有 還會搭配音效聲音的部分 所以關節是不能動的 然後 頭 勉強可以 微轉動 那這個是頭的部分 那當然也不能拔起來 腳完全不能動 所以整隻腳呢 就是固定死的 所以他永遠就只能佔這個姿勢 連轉都不能轉 所以如果你很在乎他的可動 這一隻就不用買了 告訴大家一下 他唯一能動的 只有 手 可以這樣子轉動 手腕 這一隻不能轉動 這一隻 可以轉動的部分 好就這樣 沒了 然後多了一張貼紙 告訴我你要按這個 好貼紙我把它撕掉了 好那這一隻就是 我們介紹完了 的一隻 浩克毀滅者 好那最後讓大家來看一下他的比例 比例呢 我們把火柱拿出來比較一下 他這一隻是13吋 那火柱當然是 12吋 的部分 那你可以比較一下他的 高度的部分 也是他 最後收看這一次 大人玩具開箱 那我個人比較期待 就是如果真的要買這隻來擺 可能會等到 18吋的時候 那可能 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為了節省空間呢 也許13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個人判斷是 18吋跟13吋可能會是 完全一樣的 設計 只是大小的差異 不過目前18吋 是完全還沒有 圖片介紹的部分 所以大家就先看一下 13吋的部分 然後正面 正面其實他還有做一些顏色 跟變化的部分 背面就真的 非常的偷懶 怎麼說 轉到背面 就會看到 背面完全沒有上色 一片紅 有沒有看到 正面你還可以看到 這邊有 黃色的部分 然後像這邊還有灰色的設計 的部分 背面只有一片 所以你可以看到 正面跟背面的顏色差 非常的多 正面還有一些黃色的 對不對 然後 銀色的 細節的部分 背面完全就是一片紅色 所以 通常擺出來 就只能擺正面給人家看 那如果自己要上色 可能就 要多花一點時間做遮蓋 好 那高度的部分 就可以從這邊看到 多了1吋約2.5公分 那因為鋼鐵人 在12吋裡面 算是 比較高的 所以他實際上 不會跟這一隻 浩克毀滅者差 真的到3公分左右的高度 好 那謝謝大家說 這一次的 大人玩具開箱 這應該也是第一隻 孩子寶的 我專門孩子寶的 那個開箱介紹 謝謝大家 這次的收看